好,我們今天要講的表單 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拿幾個範例給各位看一下 像我們有時候在上課的時候 學生,一些特殊課程 學生如果要填類似學習單 有時候可以用線上的方式 如果你做行動學習 然後就可以填班級、姓名、座號 然後他現在上的是什麼課 可以自己寫 然後他學到什麼 或者今天做了什麼 是給他一點複習 然後他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收穫 可以寫在這邊 那寫好就按提交 這就是表單 所以表單一般來講就是收集資料 收集資料很好用 收集資料非常好用 然後其實他有很多用法 比如說今天的延期 我拿這個來做延期的報名表 也可以 或者甚至說 我比較進步一點 這個帳號如果今天是便當店的 我在上面我就直接key 你要什麼便當讓你選 選好之後 因為帳號是店家的 所以店家只要打開他的Google 他就可以看到今天幾個人訂什麼便當 他可以直接送過來 再看幾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現在要求要寫那個教學紀錄 各位老師應該也會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我都上電腦課 所以我們會有這個教學紀錄要便當 那紙本的東西我其實常常會忘記帶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網路上 那我今天上六甲的我就勾六甲 那我今天教了什麼 我就key在這邊 然後誰幾號幾號表現特別好 幾號表現不好 我就直接key上去 然後直接按提交 他就會送到我的 我的Google的資料庫裡面 那你就可以在你的雲端硬碟裡面 就可以看到類似這樣的資料 比如說 剛剛那一個 教學進度 這是我剛剛的那個表格 然後他在電腦裡面回覆 他會多產生一個回覆內容 那他看起來會是一個試算表 或是一個試算表 那你就知道這個都不會講了 就是按時紀錄 那你隨時 校長要抽月 你就印出來交給他 交出樣就全職給他 那這就是很簡單 那你只要 我們手機都會隨身攜帶 現在這種時代 手機一定隨身攜帶 但是筆記本 你的那個教學紀錄表 你大概就不會隨身攜帶 所以這個東西就會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簡單 那 然後其實他還有很多功能 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我有一年的去年 學生基金 直接從這邊看 去年我給學生填了一個 就是上資訊課前 我給他填了一個基本能力的調查 我給他填了一個基本能力的調查 他表格是長這個樣子 長這個樣子 然後問他自己還沒上電腦課之前的一些基本能力 然後回覆過來之後 回覆過來之後 他表格是長這個樣子 那所以每一個小朋友資料都會填進來 那填報也很方便 學生我就直接掛在學校的網 網頁的按鍵上面 然後他點了就可以填 點了就可以填 然後比較重要的一點 就是他不但做了那個表格的回覆 做了表格的回覆之後 你在表單裡面 他有一個東西叫做內容摘要 他會自動幫你產生 Google的問卷 他會自動幫你產生內容摘要 所以完全不用去懂Excel 不用去懂次算表 他可以幫你做這樣的分析 所以你看我們還沒有上電腦課的小朋友 其實他大概有一半以上 他會輸入文字 他自己覺得 然後大概文書 但是文書編輯軟體 大概有一半以上是不會的 那影像處理也不會 音效也不會 影片也不會 你就可以去看到這個統計的分析 統計的分析 包括那個常常有時候要填報說 學校家裡有電腦的百分比有沒有 他都直接幫你算 你都不用算 所以這個東西非常的好用 非常的好用 那所以我 我今年是做那個資訊輔導團的秘書 所以我有要求那個 輔導員出去 因為常常你要做這個鐵報也是很麻煩 那我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出去 所以我就請他做一個簡單的紀錄 所以他只要有出去他就來登錄一下 就來登錄一下 哪一天出去做什麼 然後哪一天的活動人數多少 那這樣子就可以很方便的做一些簡單的紀錄 還有今天各位 如果你要回去的時候 不要忘記 這個 在這裡 在我們學校網頁 學校網頁的左下方 倒數第四個 104教師延期回饋 這個很常用 請老師今天要回去之前 一定要填一下 哪怕你是中午想離開 也先幫我填一下 那我們今天 這裡有六個演習在上面 今天 我就沒改到 今天是27號第一個 所以就選好之後 就把這些勾一勾 圓一填 再送出就好了 那任何建議請寫在這邊 所以各位要回去之前 麻煩記得幫我填這一個 好 那請各位老師先登錄 先把那個克隆瀏覽器打開 就這個克隆瀏覽器打開 打開之後呢 請你到Google 到Google的頁面 然後去登錄一下 這邊會有一個登錄 請你登錄一下你的Google的帳號